新加坡经济正面临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颠覆效应 经济专家认为本地企业要应对新经济模式 就必须拥抱科技 积极创新 并且开拓国际市场 否则无论企业规模多大都会遭到淘汰 来看记者蓝莉婷的报道 只要利用装有追踪器的锁头为集装箱上锁 就能通过卫星定位系统追踪集装箱的位置 锁头一旦被撬开 系统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业主 林志坚在2011年看准物联网所带来的商机 放弃了跨国公司的高薪职位 开办科技公司 他成功设计了集装箱追踪仪器 并放眼外国市场 短短5年便把业务扩展到非洲 中国 泰国 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市场 以前我们掌握一个很好的货品还是食品 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独家 现在有了淘宝 有了一系列的一些技术 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怎么样地去把市场稳固下来 我们必须要就是说赶快地把自己通过了网站 直接地把自己的产品跟服务带到全世界各地 虽然生意已上轨道 但林志坚没有因此停下来 而是不断研发新产品和各种新追踪科技 迎合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经济学家指出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将翻转 新加坡接下来50年的经济环境 企业要生存就要不断变通 而不是没守成规 经济周期方面会越来越短 而且波动也会越来越大 不仅是科技所带来的影响 因为这是全球电子化的一些所带来的效应 要敢于放开以往我们所已经习惯的这些做法 或者是一些想法 然后勇于尝试新的东西 有经济学家就举例 新航在面对廉价航空的竞争时 就成功把危机转为商机 新传媒新闻记者蓝力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